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是由這個表 判斷甲乙丙 各為物質三態中的哪一種狀態 圈圈代表是 叉叉代表不是 首先甲物質 它形狀不固定 體積也沒有固定 據有可要說性 就是這個形狀 體積都可以改變 所以這是氣體 這是氣體 甲的話它是氣體 椅的話 它形狀固定 體積固定 沒辦法壓縮 所以這個是固體 這是固體 然後呢 這個形狀固定 這個形狀不固定 丙的話形狀沒有固定 但是它體積是固定 那也不可壓縮 所以這是液體 它形狀的沒有固定 但是體積固定 這個也是液體 這是液體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選多少 應該要選C 甲是氣體 乙是固體 丙的話 是液體 是液體 有任何物質